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半事蜜糖半事商第23集 元帅在办公室急忙收到了洛总的电话 得知突然要出差香港 除了安排手下查询万星数据之外 元帅将将军叫进办公室转告了出差的消息 两人很有可能因此失去了共同跨年的机会 急交分离的小情侣忍不住亲密起来 可谁知险些被走进办公室的乔纳发现 看着神色慌张的两人 早已知道实情的乔纳在一边劝元帅做好保密措施 而在将军那边则是装作要抢走元帅的模样 其实是示意将军不要因小事而与元帅起争执 元帅出了差 将军继续工作 即使失去相互的陪伴 两人也都在各自的生活中努力着 时不时视频互动促进感情 甜蜜的感情还在继续 但时间却一天天过去 迎来了除夕 将军望着元帅空荡的办公室 仍然是掩盖不住的失落 徐丽等待着回家的出租 但回想起一个人加班跨年的李小川 徐丽心里不仅有些心疼起来 可谁知在路旁等车的徐丽目睹了一场假车祸 真求婚的情侣戏码 想到时光不等人 难道真的要等到意外降临 自己才会遗憾迟迟未说出口的告白吗 想到这里 徐丽向前方奔跑起来 杜磊在驾驶途中接到了曹衡的回复电话 得到了对方的位置信息 杜磊扬起一抹笑容 急忙赶去苏州 而另一边 将军坐上了回家的飞机 盯着手机屏幕 仍未出现袁帅的消息 只能无奈关机 戴上眼罩准备休息 此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 原来是袁帅用头等级的机票 换来了将军身边的位置 看着将军疲惫的不断下坠的头 袁帅安心地搂过一旁的将军 徐丽气喘吁吁地赶回公司 望着眼前被吓到呆棱住的小川 还是迟迟不能脱口而出表白的话语 只能撒谎说到自己错过了车票时间 被迫于理小川一同跨年 而小川正好也点了一桌的外卖 徐丽一看才发现 这一桌全是自己爱吃的菜 反问起小川 可小川却只是摸头 说不出个所以然 但坐在一旁的徐丽已经是满眼的惊喜 杜磊与曹恒坐在一起 处心积虑想要套出当年杜琳与曹恒背后的勾档 可却一下被曹恒看穿 曹恒这边警告杜磊 自己是不会说出任何隐情 便匆匆离开 失落的杜磊独自走在街头 却被一只流浪狗吸引住目光 这一只小狗让自己想起了将军 以及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伙伴 将军一觉醒来 惊奇地发现了元帅的存在 此时指针转动到整点 正是跨年 所有人都望着窗外的烟火 向身边心爱的人相互庆祝着 传递新年的祝福 城市另一头的徐丽 同时与小川站在一起赏烟花 两个人相互许愿 小川想着软件上线 而徐丽则鼓起勇气 亲吻了小川的脸庞 在徐丽的告白下 李小川的心动摇着 按自己所崇尚的理论来说 两人的匹配度根本无法陷入爱情 但徐丽却坚持要尝试 在复杂的心情之下 李小川匆匆洒开徐丽的手 杜琳接到曹衡的告状电话 感知到杜磊渐渐有所行动 于是 自己便拨通了另外一通电话 开始了杜磊所不知道的安排 将军和元帅下了飞机 却被司机爽约 幸亏有元帅强大的人卖网 才搞到了一辆车 接走两人 李小川迷茫地走着 却无意间回到了 与徐丽见面的便利店 想着要借酒交仇 李小川买了酒 还没喝一半 就醉得不省人事 而徐丽坐在家中 只能坐在家中 伤心地和旺财诉苦 没想到自己的告白之路 这么艰苦 徐丽强忍着内心的委屈 给李小川写了一封离别信 元帅与将军终于回到了家 江母急忙招呼两人进屋 元帅迅速送上自己准备的礼物 等江母问到两人的关系 但将军仍只是把元帅称为同事 江母正准备下厨 而急着表现自己的元帅也迅速站起来 提出要帮忙 和江母一起去买菜 小川终于醒了酒 睁眼却没有看见徐丽的身影 空留了一封词别信 阅读完了信 小川站起来为了旺财 却又撇见垃圾桶里 原本属于徐丽的枕头 小川静静地看着 久久没有说话 元帅跟着江母买菜回来 在家楼下碰到江母的好友 阿姨们簇拥着夸起元帅帅气的外貌 等问起元帅是否是将军的男朋友 有苦说不出的元帅 也只得暂时保密 否认了 江母的表情 阴晴不定 等告别了好友 江母忍不住再次与元帅确认 与自己女儿的关系 但元帅仍然是匆匆地否认了 感谢观看